出个门手忙脚乱 孩子不小心撞到了 还得快快安抚 南韩第一位自然生产四胞胎的妈妈 和先生一起照顾总共五个小朋友 应付五个小宝贝 每天都像在打仗 但最可怕的恐怕是沉重经济负担 幸好这对爸妈还能喘口气 因为他们从各自的公司 拿到总共一亿韩元 相当台币240万补贴 这可不是南韩最强大津贴 富融营造集团 员工只要生一胎 一样给一亿让人超羡慕 南韩政府放行 企业育儿补助免税 不只富融集团 现代汽车 纺织大厂双龄也有类似福利 制药公司柳韩洋行 则是生一个给大约24万台币 企业和政府联手催生 其实台湾也有大公司 用钱鼓励员工生小孩 例如GPS大厂Garmin 孩子0到6岁可以月领1万 6年领满就是72万 另外台素则是一出生给2万 再来每月2000台币 但南韩和台湾一样 多数中小企业 福利恐怕没那么好 小公司不一定拿得出补贴预算 但谁说鼓励生育只能靠给钱 创造出详情育婴价就能请的环境 和津贴一样重要 这位妈妈在孩子上小学时 请了一整年 回到工作岗位照样升迁 南韩近几年推动家庭友善企业认证 电子和半导体产业聚集的中青北道 为了留住人才 过去几年通过认证企业 从300增加到500多家 但企业努力想办法 其实南韩整体生育率还是没起色 2023生育率0.72 和台湾一样都是世界垫底 现在南韩地方政府也来帮忙 这位单亲三宝妈 从中青北道和永童郡 两个层级的行政区 拿到将近台币50万 不只给钱还有别的对策 像是新婚夫妇超低租金住宅 只是地方政策真的能鼓励生育 还是单纯吸引 想生小孩的人移居 有没有办法提升南韩生育率 恐怕要放眼未来几年才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